郭董會加入民眾黨列入不分區嗎 如果他願意的話是很好 不過我想他現在不是說他無黨一生千 市長你剛才說區域立委不好選 那現在到時候會不會擔心說 民眾黨立委參選人在藍綠夾殺下可能被邊緣化 其實沒有推總統候選人本來就 你看晚上電視大概總統候選人還是比較會吸引注意 還是會把板面占掉 我也認為沒有總統候選人的狀態下 特別是我在估計明年的投票率一定很低 所以這種投票率很低的狀態下 其實反而不利於小黨跟第三勢力 因為會去投的大概都是死中的藍綠支持者 那些在中間的大概在想說投票議員會低 市長想問一下市政的議題 那個就是你把房屋稅的提高 然後大家問到柯文哲到底選不選總統呢 那麼據說他的心腹菜 另外比如說其實他很為難 因為他曾經批評韓國瑜是落跑市長